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明尼苏达州长蒂姆·沃尔兹 他因直言不讳的风格成为卡玛拉·哈里斯竞选搭档的热门人选 身为国家警卫队老兵和前地理教师的沃尔兹 凭借他简洁明了的言辞赢得了全国关注 接下来我们转向BBC主持人修·爱德华兹的丑闻案 案件中心人物称自己在青少年时期被爱德华兹诱导提供不雅照片 这一事件让爱德华兹面临可能的监禁 最后我们关注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伊曼·凯利夫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引发的性别争议 科学界普遍认为性别是一个光谱 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划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因一句话引起了互联网的关注 他将共和党人形容为怪异 沃尔兹不仅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民主党人的诉求 还通过自己在州长任内的政绩 向选民展示了他们投票支持的理由 而不仅仅是投票反对的威胁 他以平时和务实的方式展示了民主党的常识性政策 沃尔兹在2006年首次竞选公职时 在一个倾向共和党的选区中击败了现任者 并在2018年成功竞选州长 他现任民主党州长协会主席 并在拜登和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中表现活跃 沃尔兹的背景包括教师和退伍军人的经历 这使他在选民中拥有广泛的吸引力 他的政策立场包括支持免费学校餐 堕胎保护、枪支限制和合法大马等进步政策 《卫报》报道 围绕BBC新闻主播修爱德华兹的指控的中心人物表示 他感到被爱德华兹诱骗 这名男子称在青少年时期向爱德华兹发送路股图片 并在两年内收到3.5万英镑的报酬 他表示爱德华兹利用了他的脆弱性 并称自己需要钱 所以不得不听从爱德华兹 警方在去年7月得出结论没有刑事案件 但BBC随后展开了内部调查 爱德华兹在西敏寺地方法院承认 拥有41张儿童淫秽图片 并因此面临可能的监禁 文化部长丽莎南迪认为 爱德华兹在被捕后仍领取BBC薪水是不对的 爱德华兹在辞职前是BBC第三高薪的主持人 年薪约为20万英镑 德意志广播电台报道 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伊曼凯利夫和台湾拳击手林玉婷 深加巴黎奥运会引发了关于性别资格的争论 传统观念认为性别是由基因决定的 且终生不变 然而科学界的共识是性别是一个光谱 男性和女性只是两端 性别染色体的变异性很高 有些人外表是女性但携带男性的XY染色体 反之亦然 自然界中存在许多性染色体的变异 这也影响了外部性特征的表现 研究表明 性别特征在一生中可以发生变化 性激素水平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显著影响 大脑的性别差异也并不明确 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特的 呈现出不同的男性和女性部分的拼图 性别和性别认同是复杂且多样的问题 任何所谓的生物学论据都不符合当前的科学状态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向越南新任党魁苏林发去贺电 呼吁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政治信任 这封贺电是在苏林被任命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后数小时发出的 现年67岁的苏林曾是越南公共安全部长 负责监督该国的反腐败行动 他在五月成为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称苏林为同志 强调两国党的联系 并表示愿与苏林共同努力 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 尽管南海主权争端加剧 但观察人士预计苏林将继续保持与北京的稳定关系 延续前任阮服中的逐外交政策 即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寻求平衡 越南和中国上周结束了为期两周的联合反恐演习 这是两国最新一次加强信任的努力 尽管两国领导人一再呼吁深化合作和增强政治互信 但在南海争端上仍存在紧张局面 南华早报报道称 自2022年末放松零新冠政策以来 中国一直在竭尽全力吸引游客回国旅游 包括扩大免签政策和优化支付方式 由于中国的移动支付平台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 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一直面临困难 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和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在7月底宣布将使游客在中国支付更加便利 2024年上半年超过500万入境游客使用了移动支付 同比增长4倍 此外中国政府还放宽了签证政策 2024年上半年接待了1464万国际游客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3% 海南岛自8月起也纳入了144小时免签政策 外国游客可以通过香港或澳门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访问该省 CNN报道 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比赛期间 一名观众因举着携有Go Taiwan的绿色横幅被保安驱逐 引发台湾当局的愤怒 并重新引起了对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的复杂规则的关注 台湾官方名称为中华民国 但北京是其为中国的一部分 强烈反对任何对台湾作为独立国家的认可 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称这一行为不仅不文明 还严重违反了奥林匹克精神以及言论自由 外交部还表示 已指示台湾驻法代表向当地执法部门报告 并寻求法国当局的协助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纽约时报报道 孟加拉国再次爆发抗议活动 距离上次致命的政府镇压仅几周时间 最初的抗议是针对公共部门工作配额制度的 但随着学生被袭击 抗议迅速演变为更深层次的不满情绪 政府为了平息上约的抗议 逮捕了学生领袖 拘留了约一万人 并指控数万人犯有纵火和破坏等罪行 尽管宵禁和通信中断暂时平息了局势 法院对配额制度的裁决也让学生们在初步要求上 取得了重要让步 但镇压却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抗议活动只是暂时终止 随着宵禁和通信中断的解除 抗议活动重新燃起 呼吁对镇压中死去的200多人负责 这使得总理谢赫哈希纳 面临他15年领导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周六 在达卡学院附近 一群抗议者高喊 胸中有风暴 我已裸露胸膛 开枪吧 大学教授萨利姆拉汉字抗议恢复以来一直参与其中 他表示对于杀戮感到愤怒 并且不信任同一批当局会提供公证 南华早报报道 华尔街和其他市场的预期调整已经开始 市场基础开始动摇 科技热潮和美元的信心减弱 这将导致价格和投资观念的重大重置 当前的市场管理主要由基金经理决定 他们往往将这一重要经济活动视为赌博游戏 比如被称为辉煌七巨头的科技巨头苹果 谷歌 亚马逊 Meta 微软 英伟达和特斯拉 占据了美国股市市值的30%以上 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则资金不足 随着市场价格波动 趋势明显下滑 近期央行动作引发的货币动荡将加速这一趋势 投资者从炫目大盘股撤退 可能引发多方面的抛售 从加密货币到黄金都受影响 特朗普宣称美元被高估 尽管他无法正视贬值美元 但他的言论会打击投资者购买美元证券的意愿 即便是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击败特朗普 美元贬值也将随着美国利率下调而发生 市场因为即将到来的崩盘和经济硬着陆 做好准备 这次的调整将不同于以往 不仅是因为市场过度膨胀 还因为全球经济活动的资金分配不合理 专家建议投资者开始从大盘科技股转向中小盘公司 但真正需要的是将资金流向社会经济急需的领域 如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紧急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 全球金融资产管理的价值去年估计接近120万亿美元 部分资金需要从大盘股转移 新的投资流入也应如此 美国股市市值去年超过46万亿美元 几乎是其GDP的两倍 而中国的市场市值远低于其GDP 即将到来的市场震荡将迫使人们更加关注股市投资的低效分配 迫切需要可持续投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